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这个圣诞的节旗里面,我们由全着敬畏的心一起来去敬拜,一起来去用心灵诚实与神沉近,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 好,各位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成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喜乐,我们承认在我们繁忙或者困难的节旗里面,有时很难感觉到快乐,但当我们关心的事务增多,你的安慰给了我们新的希望和欢呼,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在你之中避难,欢恩鼓舞,我们会喜悦而歌唱,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救恩,在你面前我们满有欢乐,由于你二千多年前卑微的来到世界,我们现在能够永远体验你同在的喜悦, 谢谢你,感谢你,你总是配得所有的荣耀,名誉和力量,所以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我们都会选择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在这个圣诞的节旗,按照教会几百年的传统,称为降临节,四个主日里面,用传统的教会,用弦点,每一个礼拜,主日弦点一个蜡烛来纪念,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一个喜乐的蜡烛,粉红色的,今天第四周,我们点起这支人爱的蜡烛, 然后呢,到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敬拜,我们有这个花圈,我就点起那支白色的蜡烛,在我们思想到这个主题,神是爱的时候,人爱是从神来的, 神的爱借着祂的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祂的,是有永生,不致灭亡,反而成为神的儿女,永远跟祂同在。 所以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回报,人家这么好对我们,这么爱我们,这么欺牲爱我们,我们就一起来去借主浪恩, 在教会里面,不是单一个人信耶稣嘛,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多谢我们的上帝。 今天,弗纳比书,去到这个最后的一段,四节的经文,正正可以表达我们这个意思。 那里说到,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杀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尚在你们心里。 我们看这三、四节的圣经,我们发现这个所谓pattern, 这个语句是跟保罗在其他书信的结尾,或者当时的书信结尾,一种的问安是很似的。 但保罗在新有的书信,他的问安是将上帝三为一体,神和人之间的同在那种互动, 是一样宣告出来的。很典型的就是高文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那里说到原主耶稣基督的恩为,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尚与你们同在。 我们看到主耶稣、神和圣灵三为一体。 而肥立比书那里的次序就是父神,中间就是大家基督耶稣里面互相问安, 然后主耶稣基督的恩。 那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圣灵的感动, 很多后书那里的翻译可以变成团契的。 即是大家团结在一起,有一种契合交心的, 大家互相来到将心交出来,一种交心团结的气氛、态度。 所以这样的时候,肥立比书最后的这四节经文, 其实就是三为一体的神的祝福。 在这个祝福的过程里面, 圣灵的感动就变成了在教会里面, 大家能够活动、生活出来的一个举动, 叫做文安。 很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看如何可以同心合意的借着文安, 借着其他两个的提示, 我们一起献上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感激之心。 第二十节讲到, 愿荣耀归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在这个旧药里面,荣耀这个字大概有一个伟大威严, 分量极重,就是很高身份的, 它很有分量的。 金属里面就是很重的, 比如铜、金, 这些在旧药里面上层。 铜制造一些象的时候, 非常之给人尊敬, 有伟大, 非常之能够给人来敬拜的图画。 新药里面, 就比较是他讲到一些质素, 一些人的高贵的质素, 尊荣、尊严、 荣誉、赞美、敬拜。 这个就是荣耀的意思。 所以将两个放在一起, 新旧药我们发现, 荣耀神的意思就是承认祂的伟大, 承认祂的极重身份, 并以赞美和敬拜, 来将祂应该得的荣耀, 荣誉送给祂。 甚至在态度上, 是赞美祂, 尊敬祂, 崇拜祂, 甚至是敬畏祂。 所以, 神的荣耀是祂天然的, 是祂自己本来的, 天然, 不应该用天然, 是祂本来的本性和行动。 我们通过认识, 将这一件事给祂, 这叫做归荣耀给神。 我们怎样去归荣耀给神呢? 在耶稣基督, 圣经其实有很多提示, 是很直接和简单的, 不是说很深恶的, 你们互相受荣耀, 耶稣的提示, 我们互相称赞大家, 推举大家。 祂就说, 为何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呢? 怎能信我呢? 如果你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就不能够信我。 所以, 从这个语记反过来看, 即是说, 你们信了我, 就是能够求到独一之神的荣耀, 或者求独一之神的荣耀, 就是信我。 这样的语惠, 给我们提示到, 荣耀神的最基本, 就是你相信有神的存在, 有神在, 是吧? 如果神不存在的话, 你怎样荣耀祂, 怎样觉得祂有身份, 有尊重, 有敬拜, 有赞美呢? 没有的。 所以最简单, 最第一步, 进入这个, 归荣耀给神, 就是相信耶稣, 按照圣经的。 我不详细在这里说, 要是接受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抗世, 为我们, 献上祂的身体赎罪, 拯救我们, 赐我们有神而女的身份, 这个第一样, 荣耀神。 这件事, 其实, 在我们生活上, 这个信表达了出来, 是在大家互相推举的时候, 你是不是信耶稣? 我是信耶稣的。 这个其实, 是一种荣耀神的见证来的, 生活言行上面的见证神, 神是看不见的, 神是自愿存在, 但别人不认识祂。 但当我们在言语行为, 将他表达出来的时候, 别人就认识, 忍忍觉得有一位神存在, 今天大家来到聚会的时候, 是不是人家就会觉得, 这班人, 很奇怪, 人我就看到了, 一大班, 想Zoom, 或者我们能够实体在教会, 这样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说, 我要敬拜神, 神我就看不到, 我走到教堂, 都看不到有神, 但他们唱歌向神来赞美, 他们有听牧师, 或者传道来讲圣经的时候, 觉得神跟他们在讲话, 是不是? 但他们仍见不到神了, 但他们的心, 他们的路, 他们的整个经验, 就知道这班人是相信神, 所以, 至少在这班人中间, 有神的存在, 是不是? 这个就是归永要给神, 很简单的一个巨道,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会说, 我会疼我太太, 你怎么知道呢? 是不是? 不知道的, 那两个出来, 我和太太, 你又见到很多夫妇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是另外一个人呢? 但例如, 我做一些事情, 是我开车回去了的时候, 我是开车的, 但是呢, 我又没有先走去司机位, 我走去旁边的客座位那里, 然后呢, 我去打开车的车门, 打开车门, 扯我太太进去, 然后呢, 甚至挡住她的头, 不要撞到上面的车顶, 然后和她关了那道门, 然后我才走去司机位, 坐在那里自己, 来到她开车, 这个小动作呢, 我不是追求我太太的时间, 我不是十几二十岁那时候, 而是记住了几十年, 都做这样的小动作呢, 例如去餐厅, 你见到我, 还没坐下呢, 司女子太太的位后面, 拉开一张椅子, 让她稍微坐下, 我就推进去, 这样你们觉得, 是不是这个丈夫对太太, 挺好服侍呢? 表示她对太太, 都有一点爱心, 是不是呢? 你对子女也是的, 子女逛街那时候, 看到,哎呀,我喜欢这红人, 哎呀,妈妈买给我, 爸爸买给我, 你家里这么多, 哎呀,我是喜欢的, 那你就,哎呀, 好了,好了, 你回去乖乖的听话, 我现在买给你了, 那人家就会觉得, 你对父母, 是不是爱子女? 子女的要求, 你就给了她, 对荣耀神都是这么简单的, 相信她, 能够在你的生活上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 将荣耀归给她, 但不一定百分之八的, 我爱我的太太, 我爱我的子女, 我是不是有百分之八的爱心呢? 不是的嘛, 你都知道, 有时候, 我都会觉得她好像, 她关怀我那时候, 关怀得多, 我觉得她啰嗦的嘛, 是不是呢? 我子女有时候, 都会有自己意见, 不听我说的, 我猛症的嘛,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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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下, 或者是严厉一些的, 那不代表我不爱她的, 我们荣耀神都是, 不要想得太高, 太多, 好像要做到百分之一百, 要不然, 你就好像, 一是就有, 一是就没有, 不是的, 能够在天然, 赫字, 一个举动, 一个行为, 就可以开始荣耀神, 今天大家一起聚会, 我们唱诗, 我们愿意聆听神的道, 已经将荣耀归给神, 在世界上做见证, 就是在我们中间, 有神的存在, 同在, 值得敬拜的, 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很简单的, 一些荣耀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稍微很快地说出来, 例如, 在以赛阿书说, 神创造诸天, 铺张穷仓, 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 赐气息及地上的众人, 又赐灵性及其上的人, 你们要纪念的话, 你的神是生命的话, 因为货财的力量是他及你们, 看到吗? 如果我们承认神是创造天地, 赐气息, 气息就是生命, 就是你的气, 就是呼吸, 你能够呼吸, 身体处逆循环, 整个人体的机能活动, 没有了一条气, 就玩完了, 有一次灵性, 因为信耶稣, 我们可以跟神沟通, 我们认识神是灵同神的灵, 跟灵同他的交往, 认出他, 还有我们人生的赚钱的力量, 我们每天, 原来是起到身才有力量, 才能上班, 赚钱的, 原来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荣耀神就是你承认有这样的东西, 刚才是信, 不单是信, 信的时候, 也将生活上面的东西, 就是承认, 是出于神, 神是我们的主, 是赐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生命, 不是我们自己拿回来, 我们一切有的, 现在的活动, 成就, 都不是我们可以做的, 于是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上的, 就是荣耀神, 按照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是神所说的, 正路就是耶稣基督, 信耶稣的条路, 看到吗? 其实荣耀神也不是太难做到的, 知道祂创造我们, 像我们生命, 像我们有力量, 像我们去赚钱, 像我们有财产, 我感谢祂, 这个神已经在眼中觉得是荣耀神, 还有什么是荣耀神呢? 我再选一些经文, 民中的万族, 要将荣耀归给, 荣耀能力归给耶稣, 都归给耶稣, 要将耶稣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 供物来供他面前, 当然是圣洁的, 装饰敬拜神, 你看到几样东西, 是不是? 如何将荣耀归给神呢? 说了两次, 民中的万族, 不只是信徒, 就算不信耶稣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 他称赞耶稣的名所得的荣耀归, 哎呀, 上仓呀, 我尊敬你, 就算他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徒, 他都在荣耀着神, 所以基督徒荣耀神不是我们的专利, 是全世界的万族都有这个可能, 他尊敬創造主, 然后呢, 当然呢, 我们更加做的就是用公物来碰到他的面前, 今天大家带来的奉献, 金钱的奉献, 或者你是唱歌带唱歌的奉献, 彈琴的奉献, 你在做audiovisual的奉献, 这个叫做侍奉, 就带来奉献给神, 做给神的嘛, 这个就是叫做荣耀神, 就是他当得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将这个神的名是高举, 他是我们的主人, 在这一撒那都是我们要侍奉的队长, 那他就是主了, 那每一个弟兄姊妹呢, 就要用心灵诚实, 你要圣结的装饰敬拜神, 所以, 敬拜之前最好呢, 我们有一些的默想, 求耶稣的宝血, 使之我们一切的不结, 求神接纳我的真诚, 我愿意来敬拜, 那这个就是, 荣耀神的动作, 不是太难了, 是不是? 再说, 不是做到100%, 就是人家称赞自己的满意, 而不是, 人家能够做的一些言语动作, 这个就是荣耀神, 这是圣经所说的, 那好不好呢? 我们一起, 来到他, 来到他, 用感谢的心, 来到献上, 他当得的名, 当得的动作, 我们献给他, 因为神说, 我要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我以慈爱吸引, 我们被吸引的时候, 我们也想感谢, 我就想这样, 我们大家一起读, 诗篇136篇, 非常好的, 他每一句后面, 都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他的慈爱长存, 前面有一些事情是他做的, 然后呢, 敬拜的人, 用感谢的心, 来到去, 向他歌颂, 或者是颂读, 在这里, 前面, 第一节, 去到第九节, 是讲到神的创造, 第十节到二十节, 是讲到神, 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第23至26节, 结尾的时候, 是讲到神的慈爱, 是拯救所有的, 有血气的, 地上血气的, 次量食, 即是继续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 以致人每一日, 都可以有太阳出来, 有雨水下降, 有其他的食物的供应, 身体仍然能够生活, 这一篇诗篇是非常美丽的, 我就想大家, 和我一起读, 我们第一节读, 我们第一节读黑色的那一篇, 然后姐妹读红色的那一篇, 你想不想我打开这个麦, 就由你自己选择, 好不, 我就会一路读下去, 帝兄和我读黑色的前后, 然后姐妹读红色的那一段, 很简单,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清謝耶和华, 因他本为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清謝万臣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清謝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清謝那独行大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清謝那用智慧做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清謝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清謝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袖,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救拔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有一个圣徒的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也, 都问你们的安, 众圣徒问你们的安, 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 问你们的安, 他这里, 首先我们留意, 他比赛要问安的人, 是很有趣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各位圣徒, 他不是说在肥立比, 教会里面的各位信徒, 他的问安呢, 很奇特的, 就是在我这里的弟兄, 我们知道保罗在坐牢, 他有一个监狱的, 讨告会或者查经会, 或者监狱的小组, 他带人信主, 于是呢, 我们就发觉, 他那里, 和彼立比, 还有其他, 是基督耶稣的各位, 众圣徒问你们的安, 可能在坐牢, 可能在他坐牢的地方, 你说的是该撒利, 或者是罗马, 或者其他地方都好, 那里的地方, 最会一起问, 然后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 问你们的安, 该撒家里, 是属于罗马的, 统治家庭, 特别呢, 很有趣的, 无论, 保罗坐牢的地方, 或者是肥立比, 大家知道肥立比, 是这个马其顿第一个驻房城, 在罗马军队驻守的, 罗马军队, 如果做过军队的人呢, 就是罗马的公民来的, 那些军官呢, 很多时候, 就能够成为他们的政客, 成为统领者的, 打个仗呢, 在罗马的国里面, 特别受尊重的, 投票的人呢, 一定要打个仗, 是做公民的, 所以他说到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 保罗也都对着那些初信的, 有所谓犹太人的, 都是由旧约, 而又信耶稣变成信徒, 所以保罗问那个民安的时候, 就是说, 不同的民族背景, 宗教,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甚至是社会阶级有高有低, 甚至是统治者, 那些民众觉得他是压迫他的, 是不是? 开撒, 军队, 罗马人是压迫那些被统治的犹太人, 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也要大家互籍有平安,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学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互籍当然, 要互籍恰祝福祉祷, 给大家的平安, 祝福祉祷。 给大家的心态, 我们是很少能共当你一起吵架, 是不是? 所以这样就见证到这个和平的福音 这种和平的福音就成为一个集体的见证 好像耶稣基督说 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这个荣耀就原来就是我们的行为 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就将荣耀归给神 人家就认出有神 所以基督徒传福音 是一个直接的将荣耀归给神 但同时如果我们在生活上 有些好的行为 我们彼此之间和气 人家认为是耶稣令到我们和气和平 这个就是归荣耀归给神 不是因为我们人好 我们大家又懂得互相社交 所以我们是一个好的团体 这样人家都做到的 同乡会也做到 或者工程协会也做到的 时不时吃饭开派对 大家聊聊聊天 很和气的 但我们的和气不同 我们的行为 就叫人家能够看到有神 是我们的天父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都想到有一个游戏叫做Family Field 是吧 中文翻译就是家庭纽纷 打电影吵架 但这个游戏很有趣的 这个电视节目游戏就是每一度 两对竞争是竞争一些常识的题目 这个是100个人去做一个的调研 然后订出一些的题目的答案 例如最常见的这个 最常去到销市买的产品是什么呢 他有100个人调查之后 弄一些分数出来 他两对参与的都是有亲戚关系的 或者是好朋友 一个团体来的 大家互相就会讨论的 尤其都要竞争 尤其对方输了之后 我们拿了答案权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他们四个五个里面 找一个人出来答 大家要看看谁最能 当时立刻要决定 这个表示出在一切的迷乱之中 他们要去和气的 来到同一方面竞争 所以保罗讲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这个皮纳比教会里面 一个很动荡不安的情况 他是祈求他们要彼此大家平安相处 然后彼此能够是 见到的时候有一种的问安的态度 问安的态度 以致别人看到是和气的 不是口和心不和这样 我们看到 肥纳比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有很多的不安的地方 第一就是传道的迷乱 那些人因为保罗坐牢的时候 有些人就努力传荒 有些人就因为 我不抵得保罗 所以在这个时间 他们特意在传道 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不良 但是保罗不要紧 总之基督被传开 信心不稳定 他们会害怕别人的敌人 对他们压迫 不能够见证主 他们有些行为不太好 跟错了人 跟一些教师跟错了人 于是他们就引起一些不安 跟了异端 不是纯正的道理 然后第四章 讲到 他们之间同工团体 领导团体 是产生不和的 有两个女的领导 是不太硬 令到其他的同工 想拉起他们 做不到的成功 于是他们自己 都是心里面都哆哆乱 是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个 贝拉宾教会 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临到要结束的时候 要他们传着一个 文安的态度 文安就是祝福对方 为对方祈求 然后大家给一支 见证的和平 贝拉宾书 保罗有几个地方 我跟大家再温暂一下 怎样问候 他在开始的时候 第一章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想挂着你们 感谢我们的神 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我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总是欢欢喜喜的 了答 他很接受 贝拉宾教会 无论有多少个不安动荡 有异端也好 他都是以他们为榮 因为从昨天至今 你是同心合意的 轻昂福音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上 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我所祈求的 就是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上面 是多而有多 我的祷告 就是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上面 多而有多 教会是 你当它是一个家庭 还是你当它是一个组织 当它是一间公司 你的态度是不同的 我以前木会的时候 我小组的组长是一个医生 在湾区非常有名的医生 他老公是一个博士 是一个工程博士 两个当然是非常成功 但我发现 我也是跟这个组长谈的时候 我是牧师 发现他没有什么亲戚 没有什么亲戚 朋友都不是太多的在湾区 他们在其他地方读书过来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说很好 其实他很挂念 有家庭 但是他说教会就是他的家人 他都很少说他的家人 我不知是香港还是国内 但无论如何 他说神给我在湾区这个教会里面 的弟兄姊妹 就是我的家人 在主里面 给我有支持 在我真的亲戚 家庭的这种关系上面 他们就是我的知会 神的家非常之好 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 另外我也是曾经 好像肥立比的教会 我认识在湾区的有一间的教会 是他早期 1970年代 南湾区的华人教会 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有几间教会 其中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到现在 都是由一个教会 是变成七间八间那么多 变成三个体系 三个大的体系 但是这一间教会 他的体系就不是联合在一起的 其他两间 开始有三间教会 一路直堂直堂 现在三个体系 其他两个体系 他们只是一个联会 还是联合的 但是这一间教会 他的教会 虽然都有成六七间 没有一间是再是有联系的 因为他们是分裂出去 是多么可惜 他们不是以教会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神的家来去看 所以保罗的文案里面 他也都有一些语众深长的 劝这个 弗洛比的教会 那么多问题 你们其实有些事情要思考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什么的血面 爱心 有什么的安慰 圣灵 有什么的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 怜悯 你们心中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就是合一 一样的意念 大家尽量要去集中 这个意念一会儿就知道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坐牢的人 想起你们喜乐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徒虚佛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给自己强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顾别人的事 这个一样的心思 所有东西 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英文这个心是mind 以耶稣想的事 成为你们所想的事 成为你们的目标 成为你们要去前进的方向 这个就是保罗 在民安的中间 要他们来彼此的能够合一 一起感谢上帝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产生和平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 不可以有不同的思想去讨论 而是不要发怨言 不要起争论 不好是面左左的没有东西可以谈 别人都看得出你们两个是不和的 没有办法接纳对方 在我木会的时候 那个教会又遇到一些创伤 那我就跟一些有一位姐妹 跟我都挺谈的 那我就问他 就是有没有在上一个教会你们的创伤里面 回复过来 他说我没事了 我没事了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没事了 他说我觉得很平安 那我说好了 我们附近大家都很近 他教会离开原本的教会 再开支的教会 都不是太远 我说以前的 如果是这样 你以前的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来往呢 他说有啊 我们现在都可以有来往的 我是不是每一个人 包括你曾经有意见过的 很强烈 令到你要分离的那些意见的领袖 特别的领袖 你跟他拗过的 你现在是否可以跟他继续喝咖啡 可以继续去大家谈一下茶经 谈一下敬拜的事情 他说 我一想的时候 他面识一沉 他说牧师我知道 我还未是里面美完全的医治 我说一件事给你听 你这样说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呢 我需要继续去遥书 和去跟那些的肢体复和 reconciliation 恢复和好 他告诉我 他们他自己 教会分裂了之后 过了电视线 觉得自己OK了 曾经跟他自己的一班人 小组的人在喝咖啡 在那个咖啡厅 因为他们以前大家都在附近的 都是那个教会 是个隔壁的教会 遇到原本分裂之前的教会 没有一班人走进来 他们自己这班人就很开心 跟他们打招呼 没事的 但是他自己打招呼的时候 忽然这个进来的这一组 这一小组人里面 其中一个呢 他忽然间发觉自己没有办法 跟他打招呼 他于是就另一个面 不望 那班人过来 打招呼 你就坐下 他说牧师 你这句话提醒我呢 原来他们中间 我有一些的人 仍然不能够和好的 那这个就是 保罗提出来 有阿爹和秦都基 面左左不能和好的情况 表面上 可能是四个嗨 但他们心里知道 不可能再商量一些深入的东西 或者一起同工 或者甚至一起去旅行 这些东西 所以在问候的时候 保罗要他们彼此问安 这个安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 耶稣是平安的主 耶稣的平安的主 也都拯救人 跟他和好之后 以至到教会有这些的人 是大家同父因厄 彼此帮助大家和好 圈人和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要做这些这样的情况 保罗提出以巴佛提提摩泰 他自己呢 都是能够要帮助 在这个榜样 是平息一些的严隙 以至于大家复和的 在我自己以前的教会 是去牧会的时候 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些的事情 我不是主任牧师 那时候我是副牧师 所以有人要离开 我是个分堂主任 所以分堂里面也有人要离开 那他就和我说 牧师 我对你是没有问题 我是受不了 那些在上面的领袖 或者主任牧师他们 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就去听 我不想听 你如果和我的关系好 我就不用听了 如果我有什么要欺欠你的 我又对你不住 我反而想听 因为我想你走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平安 OK 但是现在你要走的时候 我作为你的牧师 我只有一件事问你 如果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要你走的时候有平安 我都祝福你 只要是神带领你走就可以了 只要是神带领你走 就是说你自己去祈祷 你自己去和神聊天 神如果你要留在这个教会 你当然要留在这里 但是神如果说这个教会不是 不是我要留的 你去第二个教会 或者去开个教会 那我就大家都开心 是不是 我可以祝福你 虽然我教会比人少 我报告的时候 如果有少一群人 我都挺害怕 但是因为神是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是祝福你 我们两个还是和好的 彼此民安 看到吗 无论是该杀的家里面 那些罗马的贵族 或者是兵兵 长官 犹太人被压逼的 外邦人 在肥立比那些的人 坐牢的 自由的 所以保罗都说大家要给予此民安 这个就是基督耶稣里面的精神 因为神的恩典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够有神的恩典在中间 这个就去到我们这一段的祝福里面的第三点 就是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尚在你们心里 我们将荣要归给神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感谢 神给我们很多东西容易一些 然后我们看人际关系 大家要复和 要解决这些矛盾 要和平相处 要让人看到我们真的归此相爱 那就开始有一些难度挑战 但保罗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尚在你心里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是接受了神的恩典拯救 而这个恩典是没有离开我们的 但我们要承受到这个的恩典 成为我们真的拥有的 这种好的质素 叫做福气的时候 我们要将它表现出来 将它活出来 这个就是享受到神恩典的祝福 所以保罗第三点 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内面 内魂和外境 都可以有满有神的恩典 马克斯·罗卡道 在他本书《By the Grip of Grace》 我曾经也讲过 他开始的时候 他说他对恩典 是由一个人的身上 他觉得非常不了解 这个人曾经是谋杀过很多人 判了坐牢的时候 他说信了耶稣 这个鲁卡道牧师 他心里面非常困难去接受 一个满手鲜血的 而且他杀人很残忍力 去据他的肢体 来处理那些杀了的人 竟然可以 因为一信耶稣 他在神面前的罪业 就消除了 在人世间 他仍然都要坐牢 仍然都在伏 但是在神面前 和这个鲁卡道牧师 一样的 平起平坐 他心里面非常困难 这个事迹 令他要去尋求 到底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白白 赐给人的救恩 赐罪 是不是真的这么重的恩典 这个就是 他写这本书的背景 中文是做恩典百分百 恩典百分百 英文就是 grace by the grip of grace by the grip of grace 怎样去 来到去 恩典 怎样去包围我们 怎样去掌握我们 这个 保罗 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 毕纳比书 愿恩为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 基督归远 这个恩惠 都是英文 都是grace 都是恩 他开始 用恩惠 结尾 用恩 因为知道 人 是我们 最需要人世间的 如果你有机会 看另外一本书 以不所书 特别第二章 那些恩典是怎样运作的 恩典是耶稣基督的 离世间 然后又在升天 这个过程里面 将信心 和救恩赐给我们 一起 得救本父恩 也因着信 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而是神所赐的 那么我们肥纳比书 就可以说 这是一个图画 将恩典 怎样表现出来 那个电影 这样 将肥纳比书 这种 那么多不安的东西 原来有恩典 将这个教会 不是支离破碎的 是将它 拉起来的 成为一个美丽的图画 就是教会的人 不是说全部都是完美的 无过的 高尚的 这些的人 就不是说 有人说 不是一个 耶稣的身体 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瓶 或者一件的艺术品 耶稣的身体是怎样呢 就是这个非常之美丽 华贵的花瓶 是跌破了 但跌破了之后 有艺术家 将它一块一块 重新 来组合 黏起来 于是 人家再看一个美丽的 那个花瓶 的艺术品的时候 人家就发现 它是 那些的纹 是黏起来的 有裂痕的 明白吗 弟兄姊妹 今天 我有困难 你有困难 我有软弱 你有软弱 是不是 我这些教育的人看到 是不是磨擦磨擦磨擦 在这种不同的 甚至是磨擦的 冲突的 环境里面 有耶稣基督 都将我们 连了 黏起来 人家看 整个的生活 是见证神的恩 但是仔细看 我们是有瑕疵的 好像是 好像不是 架水 黏起来的 美丽的玻璃 还原了 那个花瓶 在这个 恩典 在教会 如何出现 保罗在第一章 说到 恩典在那些结党 不诚实的 传福音的人身上 一样有恩典 第二章 说到 恩典是耶稣公族的重心 如果你记得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敌 反倒虚企 是吧 最多人的样式 有人的样式 全身卑微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就将他 升为之谷 然后有万名之上的名 恩典是耶稣基督工作的重心 第二章还说到 恩典是运行我们生命之中的 那种的力量 第三章 保罗用自己的见证 说恩典是保罗的人生 又说了 恩典是有提波泰 是以巴佛提 都是这样的 一个 表现恩典的人生 恩典 还说到 成为我们 天国公民的那章 Visa 那章的签记 都是因为 神的恩典 我们总结的时候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也都永永远远 然后呢 我们彼此文安 互相祈求 祝福对方有和平 我们是彼此的和好 然后我们 生命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的活动里面 教会的外外 是见证神的恩典 我们在华人恩典教会 Happens 恩典是你们的名字 其中一个字眼 你们的意象 就是学校基督的品价 耶稣基督的品价 是归荣耀给神的一生 耶稣基督是圣人 成为人的和好 耶稣基督常常很恩慈待人 是不是呢 这种的侍奉和使命 可以透过建立新一代的门徒 令就新火相存 为基督改变这个世界 我非常之的 和你们同感 是愿意祝福你们 我引用一个作者 叫Larry Osborne 他曾经说的那篇 提醒我们基督徒 有些事情 要接受恩典 不要来分化 相对的事情不要分化 这些叫我们不要分化 不要为领导和教师 来分化对立 不要跟人 以至到我们分对责 我跟这个老师 跟这个牧师 不是 跟耶稣 我们不要在事工的喜好 和偏重上面 或者我注重夫妇的事工 那个注重孩子的事工 那个注重青年的事工 这个注重差传 那个注重主一学 这样 如来分化是不值得 是要配合的 合一的 因为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分化在事工 和方式的重心上面 浸礼 聖餐 这些就是一些的事工方向 也都 后面有一些的神学的立场 这些事工方向 我们不要 这些是次要的事情 不要分化 我们不要在圣经 没有明文规定 生活方式上分化对立 例如什么呢? 基督徒好不好喝酒? 甚至我以前的牧师 叫我们不要看电影 圣经有没有规定 我们不要看电影呢? 当然我们牧师说 电影里面 黑黑黑黑黑 就是撒旦的王国 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不要因为这种的生活方式 令到我们彼此对立 有人觉得不要去这些地方 有人觉得可以去这些地方 我们彼此沟通 看看圣经里面如何规范 我们第六点 不要不应该为了诚实的盲点 和过失而分化 不要因为人家很诚实而做错事 或者他看不到 想不到的时候 要怪责 以至到我们对立 我刚才提到的教会 那间分裂的教会 他们现在大概有六、七间 我其中在他们中间 四间都服侍过 我和他们都友好的朋友 领袖都很好 我就发现他们的分裂 教会分裂 没有一样是教义的 我木会三十多年 我所认识的教会 我所听闻的教会 差不多没有哪一间教会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 三位一体 为了圣经的可信性 这些神学 或者是基要的信仰 而分裂的 都是为了人为 和一些组织上面的方向 或者是事工上面的形式 来分裂的 再次提醒大家 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有这个经文 祝福我们 要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在生活言行上面 见证祂的荣耀 我们彼此和平相处 彼此祝福 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接纳多样性 在必要的事情上面 我们团结一致 荣耀上帝的名字 然后圆一切的恩惠 存在我们中间 好像奥古斯兵说 在必要的事情上面 团结一致 荣耀神 在不必要的事情下面 情况下面 荣耀多样性 我们和好 以和平相处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用爱心相拥 就是耶稣基督的恩惠 做一次 来到大家互面 你们的这个的依仗 或者你们的事工的方向 你们的使命的宣言 我非常赞同 我愿大家继续持续进入新的一年 开拓你们的事工 在结尾的时候 我愿意大家 是彼此 来用神的话文案 特别用这一段的圣物 这段的经文 我们彼此文案 这一次我请姐妹先读 是黑色的那一段 然后弟兄 就读红色的这段 我们用一个啟应的方式 是彼此的祝福 好吗? OK 好了 你愿不愿意打开咪呢?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就会带大家 由头读到落尾 菲拉比书的四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彼此祝福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恩典圣经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尚在你们心里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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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与你们同在 祝福你们 直到见主面的时间 阿门 阿门 阿门